各位boss们 主持人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肖佳 来自北京理念大学是大学的一个在读学生 去年呢 因为一个特殊的项目 让我去欧洲进行了半年的交换 在这半年的交换中有了非常丰富的旅行经历 我觉得旅行呢 给了我就是探寻未知的勇气和实现梦想的决心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 我想找的是旅游体验室的工作 谢谢 世纪又开服了 说去过哪里 欧洲去哪里学习 对 欧洲我是在西班牙留学交换的 多长时间 半年 英语怎么样 还可以 还可以 Frank 帮我们考一下英语 How do you like Spain? I think Spain is a very lovely country You know the people is very enthusiastic And the Spain the sunshine is the very famous things I love the sunshine in Spain very much Can you tell us when you were in Spain What was your favorite Spanish food? Spanish food, Spanish food 就是西班牙食品 I don't know I'm thinking about that Spanish I think the most famous thing is the fire things Fryer things? Fish, seafood, but they made it by oil 橄榄鱼煎的油是吗 橄榄油煎的鱼是吗 对对 说得好费劲 我觉得它英语就很基础的一种英语吧 你知道我为什么觉得它英语可能挺基础的吗 它说的我都懂 小夏我不管你英语说的有多简单 但是你说话真的挺有英国那种范儿的 那个小眼神飞的 西班牙饭 西班牙饭 但是我有个问题想问 因为你是去西班牙交流的 对对对 所以你是西班牙语比英语好是不是 没有 我的西班牙语更加beginner 就是交流生 那你是怎么得到这样的去国外交流的机会的呢 我发现就是三毛女士曾经在西班牙也是去过那个学校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就想 然后联系了我要申请的学校的那个负责人 然后我还讲了三毛遇见了一个非常爱她的西班牙老公 然后当时就和那个负责人建立了一个将近一个月的通信 然后负责人最后对我印象还挺深刻的 所以那个负责人让你去世 他想发展一段跨国恋的 对不对 不是只是因为可能是他觉得我比较有心的了解了 真正了解了他这个学校 你们学校有几个这个交换生的名额 我们学校本和生是去了四个 我想问一下你是在这四个推荐人里头吗 对 为什么把你推荐过去 是整个一个网上的申请平台 然后所有的推荐人 然后会有名额 人家刚开始最初的时候说了你们就没听明白 他是先在西班牙那边跟那边的老师联系了之后 那边老师给他开了个后门 是是是因为被三毛和何希的故事打动了 对 所以我上来之后我就说那个学校的校长要和他跨国恋嘛 喊帅的说我觉得我不信 为什么 我信 不是 你们学校另外三个人 你信何希第二对吧 你们学校另外三个同学也是通过网上申请的 对 不信 所以不存在四个名额的限制是吧 就是如果你们学校学生足够好运的话 可能去十个都有可能 是 是这意思吗 对 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你在欧洲那半年你有游历过其他的国家吗 有的 我去了近二十个国家近四十座城市 最北到过那个北极圈以北那个芬兰 然后最难去到了那个直布罗托海峡欧洲的最南端 所以那半年你也没也没怎么学习 对不对 那你们说一下你最喜欢哪个国家吗 最喜欢的是瑞士 为什么 我觉得湖光山色中让你有一种特别不在人间的感觉 那你能跟我描述一下比方说瑞士的人文 跟西班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其实瑞士给我最感受最深的是他的那个景色 瑞士比较好的一个地方是他在旅游方面 他有几条那个旅行的线 那些火车直贴的那些景色路过 让你感觉一直感觉在画中的那种感觉 每次在招旅游体验师我们都替谢欣问问题 为什么你叫旅游体验师 因为你要通过描述你的旅游感受 来让大家想去这地方 我说的对不对 谢欣 没错 没错吧 你必须要描述出来独特的 你说人在画中游 我一看 哇 酒寨够 我觉得一个人 如果你真的对旅游那么爱好 你真的对生活这么向往 你的心中是有感悟的 但是人家有照片啊 来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照片 这是哪里啊 这是瑞士 就是如在画中 是 来 下一张 这是哪里 这是在西班牙周边的一个 这是你自己照的照片吗 对 屁股 色调屁股 这是德国柏林 下一张 这是在地中海的海带上 这是你在你们宿舍来了一个外国人 这是我在旅途上曾经收留过我的一个外国人 因为我经常喜欢那种无计划性的旅游 然后有一次的时候 就是因为就是在那个地方没有订到住宿 这是我在大巴上遇见的一个朋友 你就跟他走了 你就跟他走了 对 萧佳他是个男的 是的 他是个男的 他说西班牙语还是英语 他说英语 然后你就跟他走了 他就收留了你 对 你男朋友知道这事吗 他没有男朋友 不是啊 当时这个 我是一个 怎么说呢 比较随 比较认定就是 天爷 别随开头 别拿随开头 你是 你是比较认定缘分的人 我真的惊讶于你在台上表现的没有准备 常言到有一句话叫 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 在你这情况之下 我导播你希望你去读万卷书 他是行万里路 然后再读万卷书 不对这是行万里路不读书 等于空而无误 我真的请你好好看看那些好的微博 尤其是旅游的什么书 提高你的写作水平 起码描述景观的水平 第二个我觉得我很失望的是什么 你在西班牙待了六个月 你哪门外语能练好啊 西班牙语西班牙语不会 英语英语到最后还是一个basic 你能不能练好一门外语 你在谈出国旅游 我觉得他说话不真实 而且说了不止一个谎话 如果是你自己表述有问题 那也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给我们所有boss是你没有忠诚度 我觉得说到谎言有点过重了 我始终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无论如何他有勇气站在这个上面 面对全国的人要撒一个谎还是很难 稍等稍等稍等有同学来来来 同学上来 同学不您看又激动了 上来 上去对 来到这来到这来混乱吧 好谢张老师 不要激动 对对对 刚才是有点小激动 今天就是很高兴我能陪肖佳来参加这档节目 就是这件事情我特别想为肖佳澄清一下 说说说 他在这说的话 我以我和肖佳的人格保证 没有一句谎言 真的 好 非常好 就是肖佳回学校之后 我们都跟他聊天 就是听他在国外的一些旅行的经历什么都好 他包括他丢了机票丢了钱包 他自己都是一个人处理的 而且在外面 他是不会讲西班牙语的 但是他全评就是靠着自己的英语 这就是一个你的解释和澄清挺好的 但是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 刚才我们说他的作文水平极带提高 你同意吗 你同意吗 这个可能我觉得肖佳可能今天是有点紧张或者是怎么了 就连作文水平有带提高你都不同意啊 他平时文学功底还是很强的 他看书很多 你们是好朋友看不到他的缺点 他可能写的好表达的差 我建议不要再问他同学的问题了 今天我们是应聘者 我们是来招人的 他的事 他的同学不能来 谢谢同学 谢谢同学 刘伟普已经慌乱了 变成应聘者了 没关系 各位别着急 你来回答我的问题 我们慢慢来 好吧 小佳 第一 即便他是兼职 他也是个工作 那个工作不由你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小佳 明白 比方说 谢欣这块要给你发了一个活 但是你正好处于大四很重要的时间 怎么办 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因为我主要想的是暑假两个月的兼职 所以你现在要找的这个兼职是暑期两个月的兼职 差不多就像暑期实习一样 我现在有假期 我找一份工作 而且我找的还是旅游体验师 还要去玩 会不会就 挺美的 就是所有的好事都一下 有没有这个感觉 因为工作不会为你专门设定的 不能是你有时间就干 你没时间就干 这个我们不是组织大家去旅游 说你暑假有两个月有空 两个月都在外面 开学就 其实今天挺搞怪的 今天是头一次所有的boss团 没有拼命的帮谢欣找求职者的优点 对 而是在发现你的缺点 他的想法很简单 我暑假能不能出去玩一趟 就这个想法 现在是吧 谢欣当初当做西班牙的大学校长 现在是 对对对 不这样的意思 对对对 这个准确准确 所以各位这样吧 如果要是你们其他人没有能够提供旅游链是这个职位的 咱们就把那个灯先灭掉 好不好 十一盏灯 咱们先灭掉 我们把所有的压力都交给谢欣 给你一个向他提问的机会 我觉得好像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我了解的已经蛮多了 了解的蛮多了 我觉得一点啊 上次谢欣把他灭了 其中一方面就是 他一直在问 你在旅途上面有没有厌遇 那男生说没有 没有 打死说没有 可能这方面 你可能比较优胜 有一个交换 我们上次招到那个首席 那确实是有厌遇 有的时候 我们大家悉心呵护的人 谢欣毫不留情的 刚当就把灯灭了 是 我也看过那一期节目 你是不是当时也心如刀割 我当时很为那个男生遗憾 不光是为男生遗憾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 他的选择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谢欣的选择有一定的道理 好 这样吧 谢欣 萧佳想要找的这份工作 不是一个长期的 是一个兼职 而且只有暑期的两个月 如果这份工作你能给 你的灯继续亮 如果不能给 经过认真思考 谢欣你可以选择灭灯 你的选择是 谢谢 小佳你主办了不错 当找一份工作的时候 不能仅仅想这份工作的所有好都被我得了 而所有的机缘巧合 恰好 又都造就了我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去替别人想想 我们能不能给别人带来更多的东西 是一种找工作的换位思路 好吧 其实我很伤心 谢谢 我拥抱一下 谢谢 谢谢